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假設重力完全來自於地球 效率有關飛行中的物體 何者是正確的 來請看A 在大氣層中 等速度直線的這個飛機 你把等速度直線畫起來 等民航機所受的合力為0 來等速度就是沒有加速度 沒有加速度 根據牛頓第二電律合力為0 正確這個可以選 那是因為這個民航機 他這樣在飛行的時候 他會受到重力 可是這個重力呢 要跟所有的力量抵消 像比如說這個上升力抵消重力 那火箭呢 這個民航機呢 他會有一個推進力 可是這個推進力跟空氣阻力抵消 他一定合力為0 他才會等速度 所以他這個東西靠著慣性在前進 他已經加速完畢的等速度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個B B他說什麼 B他說 這個大氣層 太空中 太空中 太空中沒有阻力 這個等速 這個等速 他很健 他要講等速率 才對 因為等速率圓周 他的速度方向會變 等人造衛星 所受合力為0 這個不太對 人造衛星 繞著地球旋轉 那他在這個瞬間 他的速率向這邊 下個瞬間 他的速率向這邊 他速度方向變了 他是將所有的萬元力 拿來旋轉 萬元力全部當作 向行力 所以呢 所受合力為0 這個不對 萬元力當作向行力 這個B錯 再來我們來看到C C他說什麼 太空中等速 繞著地球的人造衛星 所需向行力 由重力提供 正確 他的向行力 由重力提供 所以這個C正確 他才能夠轉彎 再來請看D 太空中等速 繞著地球的人造衛星 不需要耗燃料 提供 提供動力 對 就是我們太空中 已經他是假設沒有空氣阻力 沒有空氣阻力的話 那這個時候只有重力 重力就會當作這個旋轉的向行力 這樣就不用耗燃料 除非你今天是那個他在 這個大氣層附近有受到空氣阻力 那摩擦力做復光 他會生熱 他能量會變少 所以他必須要有推進力 可是太空中好 他現在是忽略這個大氣的阻力 那這個時候呢 只有重力拿來旋轉 是沒有問題的 不用任何的燃料 誰正確 再來請看 一大氣中 大氣中 小心 大氣中 大氣中 大氣中有空氣阻力 做千質面 千質面畫起來 千質面的圓周運動 的飛行員 所需的重 所需的向心力 來自於重力 這個絕對不太對 因為我有一個飛機 他在這邊做千質面圓周 好 在這邊做千質面圓周 那這個飛機呢 他如果只有重力是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只有重力 他就會像這個板插一樣 他就會就是拋物線啊 那飛機這樣拋物線 這不太合理啊 他應該要做圓周的話 所以他應該不是只有重力 他還有什麼力呢 他還有其他的力量 像譬如說有空氣阻力 還有這個推進力 那這個推進力 跟這個重力 他的合力 就會這樣 這樣 會剛好合力 當作向心力 會剛好合力 當作向心力 所以呢 這個合力 當作向心力 就可以做千質面的圓周運動 OK 所以呢 只有重力 這不太合理 好 所以這個一是錯的 所以本禮台我們選 ACD 就OK了 成功 成功